讓我們一起鼓掌歡迎陳志俊成教授 好 非常謝謝這個簡介 那我想時間關係我會得要馬上進行我們今天的演講 那我們今天講的題目叫做 從太空物理到衛星描冊 從同學裡面的問題我才發現這個好像還不夠的樣子 因為同學在問的是說你大學是奠基的 那為什麼從奠基到太空科學然後到搖冊 所以待會我在我的演講裡面會做一個交代 那麼我今天大概要講的內容是 一個是前言一個是求學的過程 一個是學術的生涯 然後一個叫搖冊的過程 如果說你要用一張就一張投影片 來把搖冊的主要的內容來介紹的話 就是這一張我可以講幾小時 如果我在這裡要好好的去講它的話 那我們會有這個東西以後 其實是一個讓大家了解以後 我們往下談衛星描冊應用範例的時候 就會比較了解 最後這個簡單的結語 我大概看了一下子 我們這個總教學中心準備的那個本子 我看一下這個講員的分布 我發現我做出了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分析 校內的講員有八位 年資最長的是三十一位 三十一年 最短的是一年 那這個最長的三十一年呢 就是我本人 那麼最短的三位呢 一年呢 每一位都是很有來頭的 第一位是我們的校長 大家曉得他是 還來我們這一年左右 還沒有兩年了 另外一位我們有 另外一位中央研究 當然是中央研究院士 另外一位是黃二黃院士 另外就是我們地科院的招院長 所以這個是長短的差這麼多 那麼存在我們中央大學任教的 有三位 那從二十一年到十四年了 那就可能大家比較熟的是 劉兆翰 現在是中央研究院劉副院長 但是我們中央大學待了十二年 待會在這個我的演講裡面呢 他會出現的很重要的角色 我會再談到他 那當然另外我們下位 要下位有兩位 那我剛剛這個 我們也提到這個 我們主任談到說這個 中大的這個一草櫻木 那我就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收集到1993年之前 這個到底哪一年呢 已經不可考 我們是從這個 農民航空測量隊 測量所那裡拿來的 然後呢 到2006 我有三張的這個 投影片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麼這一張是這個 1993年以前的中央大學的這個 校園 那可以大家看的最大的區別呢 我們看2002年的時候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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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 這兩個 這兩個大樓已經完成 還有工學院這邊完成 那這個是公務館剛剛採線 而這個時候呢 一片空地 但是呢 那個時候呢 就是有那個 雷達戰 待會我們會講 可以看的出來 在1993年前啊 中央大學的重點呢 是在這個 主要的是在這個地方 那之後慢慢慢慢的 才發展到這個地方來 那我們看2002年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 這些 新的方式 這時候公務館其實是還在建 那到2006年的時候呢 這個是 已經 已經建好了 那其他的學生宿舍什麼 我想 就沒有而不一一的介紹 我開頭 用這一張 提個頭 到最後的時候呢 我會 有一個 我們叫做 中央大學校園的數碼層次 讓他有機會 從空中 從很低的空中 瀏覽我們的校園 走一遍 作為 我這個演講的 最後的 結束的地方 那麼 求學的經過 我從 國內跟國外 國內 從中學 跟大學 其實我小學是在景美國校 那是 在我那個年代的時候 景美是一個 鄉下學校 是在台北市 那時候 景美還在台北縣 而不是台北市 台北市變孕霞市的時候 才把景美擺 各位到新店的時候 會經過景美的 那 我們那一屆 學校很小 只有 升學班只有 兩班 兩班的 學生 我們整個 學校 當年考取 建國中學的 只有兩位 我跟另外一位 同學 各位也很好奇 就是說 我為什麼可以在建國中學念六年 理由是 在那個年代的時候 這個 初中 我們那時候沒有國中 所以 小學畢業就要考初中 初中畢業要考高中 那 在那個時候 建國中學有初中部 有高中部 所以我在那裡念了這個六年 然後呢 大學念 台大電機系 1960到1964年 所以可以看 在我們那個年代的時候 你要從小學到大學 進入大學 要考三次的考試 小學考初中 初中考高中 高中考大學 我算是說 求學算相當的順利 我只考一次而已 就是說 我小學考到建國中學初中部 算是 考的成績不錯 所以我是分配在 所謂的自由版裡面 那一屆考最好的 前面的50名 然後呢 初中到高中 又有一個保送的制度 那我也在這個 保送的 進到高中 我們那一班大概有一半以上 保送到高中 在那個年代呢 又有所謂 高中保送大學的這個制度 那在台大 他給這個大學的有個名額 他名額的分佈是很簡單的 這就是根據你過去四年 在台大念書的這些中學 然後我們有個式子去算出來說 多少人可以保送一個 我們那一屆的時候 大概總共有十七位的保送 北部跟南部 在那年代保送台大的有很大的不同 我們那裡是 就是第一顆 這個電機啊 什麼都有 但主要南部的 大部分都是保送一顆的 那我也能夠 我就挑了電機系 所以整個的這個 算是相當的順利 那在這一段的求學過程裡面 同學問到說 欸 學習的方法 那什麼 其實對我來講 是兩個很簡單的一個看法 那我是覺得說 這個上課的時候啊 要非常專心 不要這個無私亂想 那下課是念書的時候呢 也要很專心 我自己覺得這樣就蠻夠了 好 那 剛剛跟 我們聊到說 現在 我那時候是這樣 現在好像也是這樣 就是說 大學 這個學費交的 就是一個數目 不會因為你們選課的多少 你要多交學分費的 我也曉得說 現在的這個畢業學分 已經降到128個學分了 我們那個時候大概是 一百四、一百五左右 不過呢 我在大學四年 我選了大概兩百出頭的學分 總共這麼多 那我自己覺得 在大學裡面 你如果能夠多選課的話 其實對你未來的發展 是有很大很大的幫忙 畢竟現在的 各位想要說我們像career 說一個一個你們這個工作 你的事業 在現在這個社會裡面 其實它的變化很大的 你要能夠隨時要去應變這個社會變化 你要能夠去接受新的挑戰 新的不同的性質的工作 那當你在大學裡面 你所學的夠廣的話 這無形中 對你將來 無論做研究 無論做事 都是一個很好的一件事情 那麼 我們那個時候 這裡當然有很多男生 我們那個時候 服兵役是只有一年 現在是兩年 那所以我 六四年我在台大當了一年助教以後 服了兵役 就是1966年到1977年 跑到美國去念書 那念的是研究所 是美國Rise大學的太空科學 叫做研究所 其實美國無所謂什麼研究所不研究所 它名稱應該講說太空科學系 但是實際上那個系沒有大學部的學生 只有研究所 所以我就乾脆叫做大學 叫做太空科學研究所 那麼 也算是相當順利 兩年拿到碩士 兩年拿到博士 在1970年的時候 拿到博士爵位 好 那 在我自己的這個學術生涯裡面 我很 從我拿到博士爵位開始算起 那我分成兩個階段 一個是1970到1993 我把它算做在太空物理方面的 然後呢 另外一個是在衛星搖冊 是1976年 1976年 那1976年 就是從我美國回到中央大學 從那時候開始到現在 這樣的兩個階段 這樣的兩個階段 在這個 太空物理 各位第一堂課 我們校長其實也談到一些太空科學 廣義的啦 俠義的啦 這些這些東西 那我這裡的太空物理 是比較俠義的 那我們等一下再看一下 那我剛剛跟各位講 我1970畢業 我在美國做了將近六年的事 1976年2月 所以是沒有滿六年 五年多 再回到中央大學來 那我在這裡呢 用簡單的四張投影片 來說明了 這個 我做的太空物理啊 最重要的內容 這張其實各位在校長的那個 演講裡面談到 這叫做磁程Magnetal水 那磁程是主要的是因為 從太陽發出來 有所謂太陽風 收到無影 那太陽風呢 各位曉得地球本身有磁程 所以太陽風跟我們磁程 作用以後呢 就形成這麼一個 這樣的一個結構 那這個結構呢 我們叫做Magnetal水 那我的研究的範圍呢 主要就是在這個Magnetal水 裡面 上次校長有談到 那他在這方面 也有很多的這個成就 他其中有一個就提到這個 好米坡的這個事情 那 那一天我本來想跟他開玩笑 我沒有機會跟他開玩笑 那他那個理論 好米坡的理論 是由我們校長 跟另外一個比他資深的 因為在瑪利安大學的叫 吳 這個 吳教授的 所以那個 因為他比較資深 所以他 我相信主要還是我們校長做 普遍這樣講 那麼他們這個理論出來以後呢 他們英文的名字叫做 吳 理 theory 我就跟他開玩笑 其實我認識校長 在美國 1923年的時候 就認識校長 我們同樣在NASA的一個 研究機構裡面做事 我說你的理論叫做 無理理論 無理theory 是沒有理的 無理理論 不然開玩笑的話 那我做的東西呢 其實是在這裡面的 另外的一個 更小的一部分 那這個的部分呢 就叫做 奠江城 它什麼形成什麼 我們不管它 那這是靜態的 就是說 如果 外面的太陽光打進來 沒有什麼變化 穩定的一個 一個 一個 狀態 奠江城就是 這麼一個 這樣的東西 那裡面有一些 低營量的 這個 這個奠江 但是呢 如果外面的太陽光 發生了變化 那整個這個 奠江熊城呢 就會發生變化 那我們發生變化呢 這是一個 其中的一個過程 那麼 會變成是說 本來是這麼一個 形狀呢 它這邊會變形 以後 這裡有個尾巴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 那這是我博士論文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成果 在1970的時候 但是那個時候啊 的衛星資料 對於這個現象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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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呢 有兩種不同的解釋 一個是說 因為那時候衛星 它是 衛星 把它畫在赤道面上 它是這樣走的 這樣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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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這樣走的話 只有一顆衛星這樣走的時候 它會看到本體 然後看到這裡有一塊 再出去 對不對 那麼這一塊 到底是跟本體連起來 還是它單獨的一塊 一坨的東西在這裡 你趕 兩次看衛星 這比走過一次啊 你沒辦法判別的 判別的 所以我在1970年代的時候呢 我就說這個是應該連起來 有人講說 不 它是應該另外一坨的 那 衛星本身 沒有辦法來證明說 除是除非 是我的講法 對 還是它講法 因為沒有辦法證明 因為這個衛星的 這個事情啊 等多久呢 等了30年啊 那 這個是在2001年 在Science發表的這個 就是用衛星 衛星這時候它是像照相一樣的 平常以前的觀測是說 這樣好過去 它現在是往上拍 它是一個 鋪帶眉線的 整個一張影像 你可以看看這個結構啊 果然這個尾巴 是跟這個本體是連起來的 是連起來的 所以我們等了30年啊 才真正衛星來證明 我在1970年的時候呢 那時候我們的這個 發現這樣的一個現象 我們可以看 在整個的這個 這個科學的這個演技裡面啊 我們有 有有有有有有 有兩種不同的發展的過程 一個是說 我有很多的實驗的這個數據 觀察觀察很多 然後呢 我根據這個數據歸納分析以後呢 我得到一個定律啊 然後這個定律呢 我們以後才有其他的這個理論啊 再來支持說 這個龍武 這個定律是 是為什麼會有這個龍武 各位 如果這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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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工科的同學的話 各位小的 天文一個很有名的這個 卡普勒的那個三個定律啊 他的過程就是完全我剛剛描述的 第一 他卡普勒當初就看了很多天文觀 這番火星啊 什麼星球 然後他 都推出來這個卡普勒的定律 其實沒有任何的這個基礎 來來來來 後來牛頓 他的牛頓力學出來了 他的這個所謂萬有引力出來了 根據這個 他推導出來呢 就這個定律 另外一個呢 是說 好 我其實我沒有 我這個理論呢 是完完全全 自己去推導出來的 然後呢 我預測 說我推導的理論啊 會有什麼樣的現象 那果真 你預測的那個現象 被觀察到了 那這個理論呢 真的是更加的有價值 那回溯到我講的 我做的這些東西呢 是屬於這個第二個 當年衛星的觀測 沒有觀測到這個二維的這個影像 只有衛星進入拍攝一次的時候呢 看到這個本體 然後就彎一朵 到底這一坨 跟本體連起來 不連起來 根本不曉得 但是我們那個時候就 預測 應該是連起來 應該連起來 那經過了三十年 我們總算得到了印證 這真是蠻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是在美國那五六年呢 我用這麼幾張透明片來說明一下子 那1976年我剛剛講回台灣以後呢 其實我應該再往前再說一點 因為同學有很多問到 誒 你這個念電機啊 幹嘛 跑到念太空去 當然現在大家看電機 我們講的就是大家說是科技的新貴 大家這個好像是非常非常的熱門 畢業出來以後呢 你有很多這個機會可以做所謂的科技行貴 這年代六年代的時候 電機系啊 固然也是仍然是 我們那時候沒有資電學院 只有理學院工學院 那時候的電機系其實在工學院裡面 那麼雖然是第一志願 但是啊 沒有現在的電機系那麼的熱門 所以說你畢業以後 你再去念什麼 或繼續念電機啊 或是呢 也是這個 也是很平常的 倒不是現在這麼奇怪 但是同學也問到說 那你為什麼從電機這樣一個領域 走到太空科學這樣一個領域 這其實好像是差遠遠的 那我有幾個考量 各位也曉得上次校長也談到 1957年 蘇聯發射了第一顆衛星 這個把美國真的是大吃一驚了 因為美國也嚷嚷嚷嚷嚷 要做發射衛星 一直是沒有發射成功的 那突然發現說 蘇聯打到前面1957年 美國馬上這個 投資很多的這個 人力物力啊 在這個發展這個太空方面 所以展開了幾十年的這個 美蘇的太空競賽 在那個年代太空競賽其實重點是在政治跟軍事的考量 跟國防的考量 但是因為這樣的很多經費注入了 同時也推動了太空科學學術方面的這個研究 那我那時候畢業的時候 也剛好是可以說是在美國 在發展太空是最高峰的時候 經費很多 那我自己覺得說 這個太空這個也是一個位置的一個領域 也許對我們未來可能會有很重要 所以我想說也許去念太空是蠻有意思的 同學也問到說 我們什麼時候要立這個志向 什麼時候就應該要定志向 其實我真的沒有少有大志 所承下來天重英明 我將來要念太空科學 抱歉我沒有那麼了不起的這樣一個想法 其實我們整個來看 一般人除了少數說 有比較那種天分的 尤其在藝術方面 那麼他真的是很早就能夠表現出他的那個 大部分的恐怕都不是如此的 那我也不是說那麼叫做隨緣那麼的隨緣 不過你自己是要 我還是回到我剛剛講的 如果說你自己學的東西比較廣泛的時候 那麼你在整個人生的旅程裡面 你可以去選一個 你認為你比較有把握的有興趣的 然後走下去 那當你學的越多的時候呢 你其實選項就越多 就是這樣 那我自己對電機在練的過程裡面 我對理論的興趣大於工程方面 所以呢 進到太空科學 其實也沒有什麼那個 那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就是我選了Rice大學 因為那個學校是一個 一個新興的學校 美國第一個有太空科學系這樣的一個學校在那裡開辦出來 老師都非常的年輕 都非常的很有研發的這個年齡 而且經費很多 旁邊又有一個太空中心在Houston 所以呢 我就這麼一頭拆進去 那我還想說 反正 如果說我念不好 反正我可以再去轉回我自己電機 我沒想一拆進去 就把它 就把它 念完了 好 那這是剛剛回答的 就是同學中演 從電機到太空科學的一個理由 好 那回來以後呢 我談幾個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是說 創辦國內的第一所的太空物理研究所 在1978年成立 我1970年回中央大學的時候 我在1977年 接大器物理系的系主任 那時候還沒有成研究所 在那個時候我們跟台大在競爭說 誰要先成立這個研究所 那結果 因為我們那個大器物理系 在中央大學裡面 是在1968年 在我們這裡副校的時候 先成立的兩個系 的一個系 一個大器物理 一個 好像是數學系這樣的一個 文學院當然就是中文系 這樣的一個 所以 大器物理系在我們中央大學裡面 是有很長的歷史演員 那當然更重要的是說 學校對我們大器物理系很重視 所以在爭取申請研究所的時候 我們跟台大一起去申請 我們就先爭取到1978年 那個時候我在當系主任 我也曉得說 就特別提到 到現在為止三十幾年來 我一直還講說 我們中央大學一定要發展特色 各位都曉得嗎 就是說 你如果在傳統的現在的這個 比較大家都有的領域裡面 尤其現在還已經 中央大學已經 已經差不多慢慢出頭了 在那個1960年代 70年代的時候 如果我們今天大器物理系 做的研究的方向 如果跟台大有太多的重疊的話 我們不是說我們做不好 只是說在社會觀感裡面這些 我們可能比較會不利 所以那個時候就特別談發展特色 這裡面包括說環境污染 氣象貫射技術種種 是台大是比我們弱很多的 也就是因為這樣的 我們能夠凸顯出來 那在空氣污染方面 後來我們曾經學校成立 環境科學研究所 其實都是在那個時候奠定出來的基礎 再來是講這個 國客會的中立貴重儀器中心 我剛剛一開始就已經提到 現在第一次出現 1981年劉詐漢教授自媒環國獎學 他那個時候是在美國 伊諾大學當電機系的教授 那麼他1981年第一次環國獎學的時候 他母校是台大電機系 他是當我世界的台大電機系學長 那他回來的時候 當然就是很自然的到台大電機去講學 那個時候呢 這個有一個 全世界有一個叫做中程大系計畫 MAP Program 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在推動大型的這個計畫 那這個計畫 在那個時候 如果說 台大願意來參加這個計畫 或是台大願意有一些配合的話呢 我想我們中央大學未必有這個機會 會不會能夠爭取得過來 但是我們等一下會談到 我們有一些 很多的重要的因素 使得這個大型計畫 沒有落在台大 而落在這樣的大學 從1981年開始 中間花了四年的時間 把它建構完成 在1986年成立 中立貴重儀器使用中心 我擔任首任的這個中心主任 其實這個時候呢 各位等一下看下一段 太空窑車中心1984年就成立 其實那個時候 成立的時候呢 我是在太空窑車中心當主任 兼任首任的主任 那我們來看看幾張歷史的照片 大家來看一下 這張是一個 我覺得是蠻有關鍵的 就是1981年的時候 剛剛推動事情 我那個時候是在大器物理系 當系主任 我到82年才接理學院院長 這個是 二十幾 二十六年前 我的樣子就是這副德性 這個是當時的 大器 理學院的院長 胡院長 這是那時候的 李希敏李校長 那這一位就是 你可以看 我們的劉校長是多麼的年輕 就是這個劉扎漢 劉教授 旁邊是他同事 葉公傑 葉教授 他已經過世了 那李校長也是過期的 那這兩個老外 這個是 羅格斯德國人 他其實是在技術方面 提供的雷達的 有關設備方面 他很有經驗 那這個是廠商 抬口做雷達 這是在1981年的時候 這張照片 那這個是最後完成的貼獎 各位如果在西邊的這個 到西邊的那個 校園那邊去的 就是這個 這個雷達站 我發現我可能時間要稍微 我很快講一下 就是說 當初在徵集這個計劃 我們有幾個重要因素 第一個當然是說 有校長大力支持 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大型計劃 一定要有一個計劃組織 全心全力去投入這樣的事情 那麼在台大電機器那個時候 他們已經走向的都是他們傳統的電機的路上 他們不願意跳到一個新的這個領域 所以這樣也找不到人 那我們中央大學很不錯的能夠找到 那時候我從美國找回來 因為趙基坤趙教授 那麼他願意花時間到這上面 那當然最後一點呢 這裡要用一公頃的空地 那台大在校園裡面是找不到這樣的地方 所以我們是有一些優點 能夠來做這個事情 好 那麼1976年我回台灣以後呢 就開始做衛星搖車 那這裡就是另外一條路說 我從太空物裡怎麼樣進到衛星搖車 那我剛剛講到我1970到76年在美國做事的時候 我在NASA的那個中心 也剛好在美國1972年發射了全世界第一枚的資源衛星 叫做Lancer-1 1972年 那也是1972年我那一年到Garder Space Center 就是我跟 我找我們李校長大概一年多 到那個地方去 那我 在那個時候當然我繼續做我的太空物裡 但是因為這個進水樓台啊 我也接觸到有關這個衛星搖車的事情 當我1975年 那時候就決定說 回台灣服務的時候 我在想 我那時候回來 我到底要做哪一方面的這個 研究工作 我如果 我那個時候決定說 我繼續做太空物裡的話 我想 我那時候大概就不會回來 因為我覺得 在那個時候 台灣的整個條件啊 做這種理論性的這種太空物裡 絕對是沒有在美國那樣的這樣的一個 有兩個條件 當然我要提一下 我個人的這個家庭年紀數字 我為什麼那個時候要回來 因為我小孩子啊 才念一年級 我想說如果 我等他們練中學以後啊 再回來 對他們其實是不太公平的 所以我為什麼在時間點會選在那裡 其實跟這個有關係 好 那因為我接觸到這個衛星搖車在NASA 那我想說這個領域呢 其實在未來對台灣 可能 我只能講可能 我還沒有做 可能對台灣的這個應用 學術的研究 應用研究 跟這個實際上的應用 可能有很大的這個顯力 所以呢 我1976年回來呢 也同時一頭就摘進去啊 推動這個衛星搖車的事情 從1976到1980 中間隔了八年的時間 八年的時間 那中間在1982年的時候 呃 李校長 呃 任其見嘛 由余傳濤先生啊 來當校長 那我1982年 也開始接李軒的院長的時候呢 就開始來推動成立這個 呃 這個太空搖車中心 到1984年成立啊 啊 感覺上就是說 我們花了八年的努力 啊 應該是呃 要成立 而在那個時候 我們中大在太空搖車方面 其實在國內大學是最突出最有特色的啊 那好像是說 欸 成立這個研究所好像是順以成章的 欸 不進來 我們第一文上去聽說啦 這個是現在怎麼聽說啊 說這個文啊 到教育部的時候 欸 馬上把它存檔啊 就就就就沒有沒有下文了 後來這個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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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這個事情 你會覺得這個文中大應該是要來成立這件事情啊 他就去跑去找那個時候的李國琳李先生是我們中大學校友 到時候當這個政務委員 而院長是孫苡元 孫院長啊 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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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喔 所以啦 他就直接跟李國琳先生談 他特色的啊 他特色這個 做想法 馬上直接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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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麼一個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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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什麼都沒有,我們二月成立的 真正經費是在半年以後 在1984年的8月的時候才有這個經費 回想20幾年前 我們剛成立的時候 他們總共能加起來 沒有超過10個人 經過20幾年來到現在 我們目前老師有19位,主聘13位 職員9位,其他專人人員有87位 已經超過100位 換句話說,在20幾年成長歷史裡面 我們成長十幾倍的這樣的 我最近統計了 我們中心的這個研究經費人 是一億四千多萬 如果我們主聘13位去除他的話 平均每一位主聘教師研究經費人 是一千來萬 這數字我想是一個相當相當驚人的一個數字 這是一件事情可以來談的 那我們可以再談的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個國家級的衛星搖設實驗室 我們現在叫資源衛星接種站 像這麼一個大型的計畫 真的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精力的投入 我們來看整個關鍵的時程 一個是從1987年 我們就開始來對這個揪戰構想 我們花了兩年多的時間 到了1990年2月10月 我們進行這個規劃 然後建站1991年到1993年完成 到1993年12月正式啟用 總共你可以看出來 前後花了五年多的時間 很多的事情 當然你的努力很重要 但是呢 很多的時候啊 是要在關鍵性的階段 然後呢 有那種關鍵性的事情發生 臨門一角 那種事情才有可能做出來 那這個所謂臨門一角 這裡面是可以稍微談一下 我們太空計畫的歷史 在1990年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有第一個的 叫做科學衛星的計畫只有五年 那麼後來呢 發現做這麼的 太空計畫五年太短 變成要延長十五年 結果呢 第一年的那個基因會呢 剩了很多 而我們你可以看 我們這個揪戰的這個規劃呢 從1987年到1990年 已經有三年多的時間了 所以呢 那個時候國會就講說 好 你們這個 到年底這個 這個經費如果沒有報銷的話呢 到立法院又講說 你怎麼預算剩這麼多 那剛好我們 有這些 準備的這些資料 馬上呢 就 就 給我們這個 兩億多的經費 待會我會提到 那我們 就是 把握這個機會 來成立的這個 接收戰 這集就講 整個建戰的經費 兩億六千多萬 那整個學校當時的經費 是百分之五十呢 所以我們那時候 中央大學整個的研究經費 在 就是那個 研究計畫呢 大概是 五億 五億左右 我們這個兩億六千萬是最大的 我還記得 當那一個公文來到我們學校的時候呢 我記得很清楚啊 在那個年代 一個國會計畫 百萬級的計畫已經很 已經算是很多了 所以說兩億六千萬 你仔細看一下呢 小數點 剛好多了兩位 比兩百多萬多了兩位 他們就講說 是不是小數點少點了 那本來是 點零零 那是不是那個零零啊 那小數點 往後挪了兩位 變成兩億 應該是晚前 農了兩位 變成兩百多萬 後來仔細看一下 果然是兩億六千萬啊 這樣的一個數字啊 那可以說是 有了這一筆錢 讓我們在推動這個計畫呢 非常非常順利 那1997年開始 運的階段 為目前是 國際一流的階段 那我在2016年去年一月 卸下主持人工作 我們現在另外有一位 陳教授來接這個工作 那再給大家看一些歷史的鏡頭 這是1991年的時候 我們那個研究中心大樓 剛剛要動土的時候 各位曉得現在還是要 這些傳統還是要有的 要拜拜啊 什麼這些東西 那旁邊這就是零零零零 好那是這一幕啊 1991年的時候 到93年的時候 我們做的差不多以後啊 我們就這房子先完成了 然後再開始來駕這個天線 各位看這個 這個吊車 是在那個時候 全台灣最大的吊車 就是說 我們找台灣最大的吊車 才能夠把這麼一個大的 這個天線啊 吊上去 那這是在這個 其中的一個景象 那麽 剛剛講過了 這個 裝完以後呢 就是這樣 就是在1993年 隔壁這一棟二席的工程 那時候還正在興建 那剛剛也談到就是說 到這個年底的時候呢 我們正式啟用 我們在門口 拍了這樣一張照片 在學術團體裡面 我主要參加這兩個 一個是中華民國際大紀錄物理學會 中華民國理事務委員會 另外我參加一個就是 航設計搖設學會 1979年 才是一直參加到現在 學術委員 主任委員 常務理事理事長 都擔過 我們這個學會 可以說在亞洲地區啊 除了日本以外 我們這學會 我們這學會是最大 也最學術活動 最活躍的一個學會 每年我們有個亞洲謠策研討會 我們出席了這個 在那個大研討會上面的發表論文書 通常只比日本來的少 地主國有時候他們因為 要鼓勵他們 所以他們有很多的論文 但整體來看 我們的論文的數目 我們參加的人數 都是僅次於日本而已 所以我們這個學會 在這個亞洲地區是有相當的地位 那在國際上呢 我們也有相當的活躍 相當活躍 好 這一章就是我剛剛講的 如果我要講的話 可以講一兩小時 那今天時間我大概只能講五分鐘 整個搖測的過程 這裡面 從輻射源 大氣層 然後到目標物 然後到氣層 載具 以及感測器 搖測產品 判知分析 資訊產品 使用者 總統的 等一下我馬上回 同學有問到一些問題 在這裡 我們就會順便一起做 好 這是整個搖測的過程 我們從這邊開始 那這邊呢 就是說 一定要有一個輻射的能源 我們講的就是電磁波 那這個電磁波呢 可以是自然界的 在這邊畫了一張 是畫一個太陽 也可以是我們人造的電磁波來源 那它呢 經過大氣層 打到目標物 那目標物呢 把這個電磁波呢 反射上來 OK 那又經過一次大氣層 那我們的儀器呢 可以是擺在低空的飛機上面 可以擺在高空的飛機上面 可以擺在人造衛星 那我的重點會談到說 在衛星方面的 那同學問到說 搖測到底是收集什麼樣的資料 資料 我要特別講一下 資料到資訊 這是還有一段過程的 那資料是什麼資料呢 它基本上是反射地表物 反射出來的電磁波 或是地表物自己發射出來的電磁波 那我又一記 把這個電磁波的強度記錄下來 所以這個就是搖測所謂的紀錄的資料 每次談搖測的時候 我經常講說我們搖測啊 是做表面功夫 所謂表面功夫也就是說 這電磁波其實它的能量呢 主要絕大多數是來自於表面的 如果有水體的話 如果陸地的話 它幾乎是完完全全是 從地表面上來 水體的話 有少數的能量 可能從水裡面反射上來 不過整體來看 大部分還是可以看成 設計師從地表來 好 這是資料 資料完了以後 你要儲存一些媒體 所以前段的是Data Acquisition 資料的收集 那後段的就是資料的分析 資料分析 除了我們這個搖測資料以外 還有一些參改資料 最後呢 我們會產生這個產品 這個就是 product 這還是產品 還不是資訊 經過了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經過這個判釋跟分析以後 這個才是我們的information pattern 資訊的這個產品 這個就是說 從這邊資料到資訊 中間還要有這麼一個過程 那這個產品以後 再交給使用者去用它 這是整個的一個 完整的一個搖測過程 是有這麼多的單元來組成的 好 那我們會談幾個應用的實例 第一個是叫做立體景觀模擬 那怎麼樣來做這個立體景觀模擬呢 它是結合衛星的影像 還有數值地形 所謂數值地形野者 就是說在我們地面上 我們每隔一個距離 我們有一個高層的實驗 就是說這個平原當然都是平的 那如果有山的話 那這個山呢 每隔多少公尺 就是說這個高度多少高度多少 這樣 把它這個結合在一起以後 可以模擬立體景觀 立體景觀 就好像是一個立體的那種 視覺的效應 所以它視覺效應是一物於平面的影像 我們一般的照片是平面的 但是這種模擬呢 會讓你 雖然它也是平面的 但讓你感覺它有立體的那種感覺 那我們有兩個例子 一個是陽明山的立體景觀模擬 另一個是高鐵 我等一下會先談這一張 那其實這一張是靜態的 這是動態的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得出來 那這一張是陽明山國家公園的立體景觀 那各位可以看出來 台北是個盆地 這裡很明顯地看出來 它周圍環繞的是山 那你看這個陽明山國家公園 一個很有趣的 大家也許曉得日貨 陽明山其實以前是個火山地形 那火山地形 這個流下來以後 那個岩漿呢 它其實這個就是岩漿流下來的 它是個放射性的 仔細看裡面 因為有些死的火山口 這也許效果不是很好 不過你仔細看 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是陽明山的這個 我們叫大屯山系 那這個是中央山脈 這山脈跟這個很不一樣 它是一個平型 它不是像這樣的一個放射狀 那各位看一下 這個我們淡水的出海口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這個淡水新之鎮 這些台北港什麼這些東西 那這個是這個野柳 那這個是基隆港 淡水河 這個淡水河 最新練習基隆河 什麼之類的 所以這樣 那你就會有一種 一種立體的感覺 那對於這個視覺效果呢 會蠻好的 等一下等一下 我不要那麼快 對對對 再過來 那這個高鐵飛行模擬啊 我為了這個高鐵 這個模擬啊 特地打電話到那個高鐵局去問啊 說高鐵啊 從台北到左營總共多長 這個數字當然很好奇 一掌進去不會忘掉 345公里 345公里 我們也不會忘掉 那我也查了那個時刻表 從台北啊 一路不停 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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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到這個 左營 那當然停了什麼板橋啊 台中 其他都不停的話 大概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那我算一下子呢 大概 平均速度大概是200公里 這樣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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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數字 200公里 200公里多一點 那我們的飛行模擬呢 我們模擬這個 這個 飛行模擬啊 從台北啊 飛到這個 飛到這個 這個 左營啊 我們只用44秒鐘 44秒鐘 那這個 每小時是 2萬多 2萬多公里 可以想像 是多麼的快 那我們來看看這一張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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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行模擬 好 好 紅的線 是這個 高鐵線 這個台北板橋 然後繼續往前往 所以我們中壹在這裡 再過來 等一下馬上到 到 只要經過 有這個山的 那都是隧道 那平 就說是比較綠的 OK 那這個都是 沿著這個 好 剛剛那個過了 現在到台中 這邊台中 好 繼續往前走 這個跑到 在嘉岸平原上面 好 等一下 馬上要到嘉義了 好 這邊嘉義 嘉義過去了 那剛剛有 霧山頭什麼之類的 好 在那邊 馬上到這個 台南 這個 這個台南 最後 到這個 左營站 前後 44秒 所以大家 你要想像是 幾萬公里的 這樣一個速度在那裡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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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進 再來 另外一個 我們做的是 這個 全省的這個 衛星影像的 這個相攀圖 我們來看 OK 這個是 它解析力是 2.5公尺 這樣的一個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這張 這張是 是這個 剛剛 同學也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 欸 這個 如果有雲的時候 那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 是不是還可以看得到地面 好 在整個這個 搖身裡面 其實我們有兩個 一種是叫做 光學的感測器 好 那那個 沒有辦法 穿透雲 另外一個叫 微波的 雷達 它鋪到比較長 所以碰到有雲的時候 沒有問題 它可以穿透 它可以穿透 OK 所以呢 這個 那我們現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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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要看到說 欸 還是沒告訴各位 我們台灣 平均來看 大概只有5%的機會 沒有雲 就是你隨便 拍一個 3600平方公里 60x60這樣的 大概只有 要拍20次 才能夠拍到 有一張 比較沒有雲的 那這一張看起來 幾乎都沒有雲 只有東部海岸沙脈 還有一些雲 其實這裡面是 有二三十張的影像 把它拼湊在一起 但是各位呢 看不到它怎麼樣拼湊的痕跡 因為這裡面 用一些電腦的技巧呢 可以把它拼出來 一張沒有雲 而當然 不是 只有 拍一次就可以 有這樣一組影像 使用了很多組的 好 我們再稍微把它放大一下 再放大一下 可以越來越看得越清楚 它剛剛講的這個 台北市啊 什麼 那這是中日機場 我們等一下就 集中在這個中日機場 或是 桃園機場 那麼 再來 我們再來看 好 看來 越來越 越清楚 剛剛前面那裡 有一組 中央大學的 好 這個就是 桃園機場 或者中日機場 那仔細看 其實像那個飛機啊 什麼都可以看得見 這個像我不是那麼的好 不過原始的資料裡面呢 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 這是做 這個是地理景觀 又是影像的字圖 在鄉鎮地圖呢 我們又拿中立 當作一個例子 那這裡呢 是這個 這個 桃園站 我們中央大學呢 在這附近 在這附近 可以看到 我們中央大學 這個 不是那麼的 我們中央大學 其實你仔細看一下子 是 從後面那條路 過來啦 右邊是中立室 左邊是平鎮室 所以呢 你仔細看一下 中央大學在這邊呢 這邊是 前門的 那這一條路就是後面 公車現在後面進來的 那太陽中心呢 其實是在平鎮室 那這一邊呢 是我們 學校前面的這部分呢 是這個 中立室 那我們中央大學 就在這個 這個地方 好 那麼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是 國土監測 我其實這個順序 應該是先講這個 再講這個 那這個是 龍尾衛水寶軍 山坡地 便基監測 是全島山坡地 每兩個月來做一次 同學 有人問說 我們這個 衛星搖治 有沒有在世界上 比較說 比較特殊的 這種 或是比較有成就的 跟人家做得 比較好的 那我願意拿這個例子 來做 就是說 我們 利用我們很密集的收集 這個衛星影像 可以每兩個月來偵測 全省山坡地的變異的情況 那 這個是整個的這個流程 我想這麼細的東西 我想不需要講 最主要的就是說 這觀念其實是很簡單的 我們看每兩個月 所以我們每兩個月呢 就收集 全省山坡地的這個衛星影像 然後呢 比 相比就是說 兩個月前跟兩個月後 那他們在地表上 發生了什麼樣的變遷 OK 那用什麼樣的技術呢 我想這裡不談它 發生變遷以後呢 然後我們套疊 其他的這個輔助資料 來看看 這個變遷啊 是不是合法的 還是非法的 因為我們可以從其他資料 可以曉得說 這塊變遷的地 它的地主是誰 我們可以從其他資料去查出來說 這塊地 是不是有申請合法開發 那如果 不是的話 那我們就 這個山地農物 就是說 這個水法局呢 就可以舉證 到這個法院去告發 在沒有 過去還沒有這個技術之前 以前仰賴的是所謂巡山員 到山上去看 看看有沒有違規使用 那你想想看 山坡地那麼多 你人力也不可能那麼充足去看得很詳細 這還不算 這裡面還有什麼黑道白道的這個介入啊 所以這些行商員其實是滿危險的 聽說在過去有時候去尋一個人的話 被這些黑道把他抓起來掉在樹上 當然讓他懲罰性的 或是說這些議員啊什麼 因為有些這種利益的輸送種種 那有了這個技術以後呢 就可以來擺脫啊 過去的那種問題 那這裡面就 你可以看出來 我們衛星判出出來的監測 然後呢 我們再去調出其他資料 看它是不是 它是一個建築物 然後呢 這邊就說 它是這個 它建這個鐵皮的建築物 我們再去現場 因為我們曉得它位置 在現場拍實際情況 然後我們就發現 它 這個是 其實是 國安開發的 那像全 那時候 在那個年代 這已經做好多年了 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 說整個國家 能夠這樣做全面的 這樣的 每兩個月做這樣的一個監測 我們是第一個 所以我想 這個是很值得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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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是這個 內政部的這個 零件署 這個土地利用變遷 這個是 山坡地 所以 剛剛是 Sorry 這不是山坡地 打錯了 全島平地 Sorry 這兩個都山坡地 打錯了 平地的 這每四個月 當然沒有注意到這個 那其實它做法 是 跟剛剛那個觀念 是很相似 只不過 它又配合了一些 PDA 說一些 地面的這個 這個 數位相機 然後呢 經過現在的這個 這個 這個手機啊 總統啊 就馬上很快地能夠 回傳到 這個 這個 零件署去 能夠 在即時性呢 有 能夠發揮更大的 這個 這個即時性 所以 這是它主要的這個 流程 然後呢 這個是也是一個 實力 那這個 衛星的這個 偵測 這裡 之前 紅紅的是表示有 那這個 變成是一個 螺落地開發的 然後 我們就去現場拍 它果然這裡 挖了一個食堂 然後呢 你可以看出來 它的這個 這個圖號是多少啊 前後期影像 我們什麼時候啊 然後 便宜的情況 做了些什麼東西啊 草包當然是誰啊 然後描述一下 它發現是 農地開發 大陸採沙石 好嚴重 那是現場拍的這個 所以 就這樣可以來 那我們 這兩個計畫 一個是山坡地 一個是平地 這兩個的 不同的地方 在這個地方 基本的技術 是差不多一樣的 那另外一個 這個 國土 勘災 那我們 舉幾個例子 一個是 九二一地震的這個 情況 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有三張 影像 這個是地震前的 那個是地震了 九二一 那是九月二十七號 剛剛 那這張是 2004年 它富裕的情況 各位看這一塊 這塊面積多少呢 是三千六百公頃 我們中央大學多少呢 大概是六十 換句話說 這一塊大的崩塌地 是我們中央大學 六十倍的 這樣的一個大小 第一點 面積很大 第二點呢 等一下我們有那個灰性模 你可以看出來那個 立體的景觀 這一點 這三點 這裡是 這條 這一條 叫清水溪 清水溪 清水溪到草嶺這一帶 突然 這是往西邊走 到這邊突然往北邊走 草嶺這一帶 其實 它 這個地質 本身就是不穩定的 在過去的歷史裡面 曾經有三次大的山崩嶺 就是 類似這樣的 那 在上一次 大概二三十年前 上一次 山崩嶺的時候呢 它就會怎麼樣呢 就會把清水溪的上游的水 煮成一個天然的土壩 後來呢 這個土壩呢 因為它是很鬆懈的 這個水 越來越多 累積下來的時候呢 這個土壩 擋不住這個水的壓力呢 那這個土壩被衝垮 就像一個 一個 一個壩 摧毀一樣呢 然後這個水呢 就是很 長距而下 到下游 這邊是佐水溪在這裡 那下游的這個居民呢 湊手不及呢 造成很多的山崩嶺 所以 通定四通 這一次呢 我們就不會再 再 再重蹈歷史的這個 那我們 發現 這個以後 這邊有燕嶺湖 就 做一些 小的這個 這個運河 把這水慢慢慢慢 宣洩下去 所以呢 當然就不會造成災害 那同時呢 我們就開始種植植物啦 有的用空中去撒種子啊 或是地面激動呢 經過了這些年來呢 其實這邊 現在已經 大致 恢復了原狀 這是 921的 草領的那個情況 那 給大家看一下 飛行模擬呢 就是說 讓大家可以感覺 這個 的確是個高山 這邊有個燕嶺湖 那整個這一片 土地呢 是大概 有這個 三千六百平方公頃 我們這樣 轉台一圈 這次看到這個 OK 好 再來呢 談的是 阿力颱風 這幾年 在我們石門水庫 造成最大的 很大的一個災害 在阿力颱風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 這個是 藍顏色 就是整個 石門水庫的 這個集水區 那這是 颱風前的 情況 颱風後 發生的 新的崩塌地 用著藍顏 黃顏色來代表 就會看出來 這裡 有很多很多的 這些崩塌地 然後我們底下那張也是一樣的 這是在不同的地區 把它分的放大來看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 我們在哪個地名 這個什麼 這個什麼 我告訴你 就是我們 在積水區裡面 幾個重要的地方 我們把它仔細來看 現在這是用紅顏色來表現 它山坡地的情況 那我們進步分析說 這個山坡地造成 到底是因為 爛砍難發 還是因為水 因為高山水果 還是什麼 最終的結論是說 其實更重要的是 因為周圍有一些 產業道路 建築以後 才比較容易的 當這些果農 也給他們一點公道的話 就是說 並不是我們在那裡 種了水蜜桃 來造成這些災害的 所以這也是一個 也滿重要的一個結果 另外這個地形變形的監測 剛剛講的是我們談的就是 草嶺那一帶 整個中部地區 它的變形的情況 我們這裡有一個 那這個就是 剛剛跟同學講的 就是我們這個 瑤瑟有用光學的 光學那裡受到這個 這個 影響 有雲層 它沒辦法參透 那另外一個就是雷達 那麼雷達呢 一個雷達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技術 叫做乾射 乾射 乾射技術 乾射技術 我們可以很精準的 可以來看地形的變化 它的變化 只要超過幾公分的時候 我們用這個技術呢 就可以來增測出來 那這是921整個中部地區 我們用這個技術所增測出來的 這邊最高大概是30公分 最低到15公分 平均來看 你看出來 這裡是 這個地形的變化 這個地形的隆起比較多的 大部分可以三四 那這邊是隆起比較少的 然後我們可以 比較藍顏色 這邊是下沉的 可以一目了然 那這是我們用衛星整個面的 那我們利用所謂GPS的站呢 這些點點點點的這些呢 都是GPS站它所量出來的 然後我們做了 做了這個 做了這個 讓它畫出來等值線呢 其實這個的Panner呢 跟我們這Panner呢 是非常非常的相近 但是我們這個 就是靠衛星影像 那這裡要靠地面 這麼多的觀測網 才能夠每一點 每一點 每一個GPS站 才能夠算出這一點而已 而不是算一個面的 那我們這個是 算一個面的 好 這個是921的情況 那另外看我們這個 中立工業地區的 工業區的情況 那這邊我們用了兩個不同衛星 一個是歐洲的太空總署的衛星 一個是日本的衛星 那這個圖我想我們不必花時間說明 那把它反映到這個地方 就是在我們中立工業區呢 你可以看出來呢 下線量 這邊 顏色越深了 越 越 軟的顏色 它是下層 下層越厲害了 這邊是藍顏色 是沒有下層 那可以看在這一帶 這工業區 有這麼大的範圍呢 它有這個下層 最多可以有五六公分 這樣的一個程度 另外我們可以談一下這個都市的變遷跟開發 那我們拿矽紙十一年變遷來說明 為什麼要談矽紙呢 各位曉得 就是矽紙這一帶 只要有颱風 經常就會淹水 那我們來看過去這十一年的這樣的變遷 我們也會覺得說 好像變成是理所當然 在這樣一個開發的情況之下 不淹水才怪 我們來看看怎麼樣的 這一段是細紙在1987年的細紙的影像 那個時候二高都還沒有見 那山坡地 它其實那個時候已經有開發了一些山坡地的社區 但是沒有那麼的多 那我們再看 這個是1994年 那這個就多了一些 然後呢 這個二高開始 這一高 二高開始出來了 那這邊是 這個 細紙的 交流道 細紙系統 這邊 兩個 高斯公在這邊 相交 那麼再來呢 這是1998年 我們拍了一下 那底下這一張呢 是把從十一年前到十一年後 這些新增加的這些社區 林肯大廈 什麼 麗景天下 什麼這些 龍山林 什麼之類的 有這麼多的 新的社區 無論在山坡地上面 乃至於平地上面 南港 一大堆的 這邊 附近山莊 有這麼多 還有那當然 更重要的 這邊 這個 加入道 這邊有很多很多的水泥柱 你這邊 平面看的時候 還看不到的 所以說 再加上 基隆河 結彎曲子 種種 這個水 它一下來一下 要沿著基隆河出去的時候 它沒辦法那麼快 排泄出去 就很容易造成 這個 水災 另外一個是 淡水 新資證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裡 可以看一下 從 1993年 這邊是淡水河的出口 那這一帶 這紅顏色的是表示植被 有時候是綠顏色 我剛剛沒有說明 為什麼紅顏色 為什麼綠顏色 我想已經沒有時間來講了 不過 在這一張圖上 紅顏色是植被 比較淺藍色的是 螺螺地或是建築物 這樣一個東西 那 這個新資證在這裡 1993年 1993年還沒有開發 1995年 兩年以後 就開始整地 所以這一片 都是螺螺地 那開始 這邊 要圍起來 等一下看到 它是幹嘛的 好 這是95年 到99年的時候 這個全部把它封起來 看到沒有 然後這個 路 比較大的路 已經看得出來了 到後來 到2005年的時候 這其實是一塊 類似海埔新增地一樣的 它填起來 變成一塊陸地 然後呢 這些建築 樓 大樓 什麼 就陸陸續建 出來了 同一段時間裡面 所謂台北港 在這個地方 看它也可以 從幾乎這個黃坡堤 慢慢慢慢圍起來 到這邊 所以台北港現在還沒有運作 但是可以從這個時間的 這個序念裡面 可以看出來 十幾年來 這個淡水新市政的 這個 開發的情況 結語很簡單的一個結語 就是說 整個這個 姚徹 現在我把姚徹把它 不是幾天衛星姚徹 而是把它推廣 包括衛閃的 擺在衛星上面 擺在飛機上面 擺在直升機 跟無人飛機上面的 這些資料 把它整合在一起 而且呢 我們的感測器 也是多樣化的感測器 不只是說 光學的 也有雷達的 這些東西 整個的 這些資料的整合 就是三維的資訊 為了配合我們生長的 生活的空間 就是三維的世界 所以我們用這些資料 整合起來 我們可以得到三維的世界 好 那我們就 給大家 校園 瀏覽一下子 我們中央大學的 這個 數碼城市 我們從 門口進來 那學校園 就 不管他們 好 我們到 各位講的這個是我們的這個 學生宿舍 九色還是什麼的 然後這邊 那這邊 再過來 研究宗宿舍 什麼 那這個就是我們科學科試館 喔 這是聖科館 這個是科試館 再過來就是我們中大 中大湖 再過來 這我們 誒!它模擬一下雨 我們仔細看一下 那這邊是我們的這個 結合站 這是研究中心 一期二期了 那這邊就是公務館 這天線 天線在這裡 現在已經起霧了 看到沒有 正式模擬的時候 這個 霧的時候 是什麼情況 比較模糊一點 現在沒有了 那現在 後面的背景 就是這個 剛剛有一點霧雲 又回到我們中大學的 這個前面 我們圖書館行政大樓 OK 那要做這樣的一個數碼程式 其實是蠻複雜的 因為這解析力很好 所以衛星還一定要用飛機的這個照片 這不僅如此 各位看到了 因為你飛機拍的時候 只能拍到這個 這個上面的 側面的 你不太好拍 所以還靠著 我們要在地面上去拍這些大樓的照片 然後那個照片 再把它貼到 航空的數位相機的那些影像 然後用模擬的方法把它做出來 這個數碼程式可以說是在將來整個應用裡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方向 那整個窯冊 我們可以看它有兩個很大的一個不同的面向 一個是做研究方面的 從這個窯冊裡面可以做很多科學的研究 另外一個是說 在技術面上能夠有一些技術 最終就是所謂應用作業化 窯冊真正要落實 你唯有啊 這個能夠來作業化 我為什麼提到說 農委會的那個水保局那個很重要的 全世界我剛剛講 我們那時候做的時候 沒有國家做這個 而且我們所做的這個結果 是政府真正拿來 它施政項目的裡面的一個項目 利用這樣的一個技術去做這個 去做做做做做做做政策 全世界這樣的成功例子 其實還真的不是很多 而我們台灣其實在這一方面是蠻領先的 好 那這個是大概我今天所要講的內容 那我先針對同學的問題 我再來稍微剛剛在過程裡面也有談到 那我再談一下 那幾個問題 比方說這個學習方法什麼之類的 那我也跟各位講我自己的經驗是說 專心是最重要 你上課專心 你念書的時候專心 不要胡思亂想 那另外我們也談到說這個 希望大家能夠多選課 那你真的是可以多學到東西 那我舉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來說明說你選了一個課 你真的不曉得說 你什麼時候你會用得到它 我在大學的時候 對日文很有興趣 就跑去聽這日文 去旁聽日文 那我想大學生說沒有人 翹課好像是 好像是有的 那我沒有例外 我有時候為了要去旁聽這日文 翹了那個所謂這種必修課 抱歉我也會 不是大家都會的樣子 但是我那課 我當然自己想辦法 把他拔不過來 所以在台大 有關日文的課 我一直上到 旁聽到四年級 我還去考留日 那時候還去台灣跟日本 還有邦交的時候 他們的教育部給我們獎學軍 我差一點跑到日本去留學 後來因為拿到RICE的獎學軍以後 就沒有去 差一點跑去了 這次前段說 我還利用這個去 可以去考理一下考試 我還去 還考上了 我還記得說那時候 專業科目是普通武力 我這個 花一半的時間 就把它全部做完一遍 我說現在幹嘛 沒事 再重做一遍 然後答案對一下 完全對 那一科我拿100分 這不太容易 Anyway 那日文也考得不錯 那這個後來也沒有用到 真的用到其實是我到RICE去的時候 在那個年代 你念博士的時候 要有 除了你自己本國語言 英文以外還有另外一個外國語言 而在RICE承認的外國語言 有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俄文 就這樣 沒有別的 好 沒有日文 但是呢 我就跑到 叫氣主人跟他講說 日文 日本這個太空物理也很好啊 所以說 為什麼不能用日文呢 他說 嗯 我去問一下 這個學校那個 那個 教授啊 看看是可以 他說 沒問題 可以考日文 然後他說怎麼辦呢 他說 好了 你就寫一封信啊 去日本的那個教授 要一篇這個 日文的論文來 我就寫了一封信去 那日本教授說 從美國來的 要跟我要論文 我就寄一份英文的給我 他不曉得我要日文 那 因為前校就我一個人考啊 結果我說 蛤 你在我們的這個 太空所的這個 圖書室啊 來考啊 你一個人就坐在那裡啊 那你就把這個 論文的這個 introduction 序言的部分呢 把這個日文換作英文 OK 換完 就 就交出去了 欸 我的日文就通過了 所以我就不要 要不然我還去重新學法文啊 德文啊 我的天啊 那不是類似人 那我講的這個例子是說 我絕對不能 絕對無法想像說 我在念大學 旁邊念瑞文的時候啊 那個是1969年嘛 差不多1968年嘛 這個 這個 四五年以後 我會用到這個東西 那這個是很具體的例子 其他 我寫了很多的東西 然後 以後我自己在工作 會研究碰到的 那是 那是 那都是 那都是 很多的 那剛剛有的人說 這個 確定事項的事情 那我也講過 這個 我絕對不是少有大事 一下就是說 對太空很有興趣 其實 每一個人 最重要的是說 你 真的是 你自己要從 在各方面 你能夠多多的學習 你能夠多多的學習 不要把握任何可以學習的機會 你實在真的很難講說 你哪一天 你今天聽到了 也許過幾 沒多久 或是 不是沒多久 多半年以後 你有朝一日 可以用得到東西 那真的是很難講 這個話 尤其在現在這個年代 是更加的 以前 像我們那個年代的時候 有所謂 career career 一做就像我一做 大概就大概三十一年 現在的這個 在職場上面 恐怕 要讓你說 吃一輩子的那種 那種學問 已經是 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所以說 你如何在這樣一個 變遷的一個社會裡面 你要能夠適應它 你唯有能夠有這個 比較 你所學的 你所知的 能夠越加廣泛的時候 你在應付未來的這個 工作需要 你是越能夠得心應手 那當然講說 從電機到太空物體到那個 我剛才也提過 電機 我自己 在電機這一門裡面 我其實 對理論的部分 是比這個 這個 工程方面 還更有興趣 我印象很深刻的 那時候 考試的時候 我沒有先要calculate 我們是用計算器 那是哪一個 你們可能是我們讀懂的 那我去拉來拉去 我就拉來拉去 就是拉不好 經常拉 小數點 人家是10 我變成100 或是變成11 什麼這些東西 這個 那你數字不對的話 那你那一題 方法對也沒有用 這個 這個 成績 不怎麼樣 那相對於理論方面 我其實是 還比較有興趣 我在當助教那一年 當我們系主任 就是舉照先生 後來當我們莊大學教務長 那他進來物理 其實 我那時候 對於這個 理科的東西 我其實是蠻熟悉的 在專業領域裡面 有談到說太空搖策 那我剛才也提到 他其實有兩面 一面是在研究這一面 另外一面在應用面 那我跟各位講說 我從1979年回中央大學 就開始來推動這個事情 我覺得中央大學 給我一個很好的一個舞台 那麼在這舞台上 我可以去做一些 很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我回頭來看說 這31年 如果那時候回來 就排到電機器的話 也許啊 就是各位問到說 什麼科技新貴啊 什麼啊 可能有一些 各種各樣的名譽啦 或是說什麼 各種各樣的那個 電機的名譽 也許也可以走出一來 但是 我相信 我走的那個路呢 大概就會現在 在我自己的 所謂電機的那個名譽 不可能啊 跳脫到現在 從一個 我幾乎沒有什麼接觸的 一個搖撕領域 一路走來 那我更感到安慰的是說 這件的努力 我們從中央大學 開始慢慢 脫廣 脫廣到政府部門 到其他的這個研究單位 現在這個搖撕這兩個 這個領域其實在我們台灣 是已經非常非常普遍的一個領域 工業人員講說 衛星發射衛星 衛星有很多功能 我們是不是發射一個大衛星 裡面有各式各樣的這個功能 其實整個發展的趨勢啊 是反過來的 早期的時候 的確 一個衛星 從開始構想到最後製造到發射 至少談的是一個十年的時間 十年的時間 好 那麼 有的 有的 博士班的學生啊 什麼 他們 就耗下去啊 如果 成功的話 還沒有 還沒有問題 如果失敗的話 那很慘 因為他就沒有 沒有那些資料 來繼續來做分析種種的 我們現在的衛星趨勢 其實是走向了 所謂 微衛星 衛星是越做越小 功能呢 越來越單純 我們可能為了某一個特定的功能 我們就發射上去 因為衛星很小 所以我們要發射上去 整個開發時間的 時間的Scale 不是十年 可能變成五年 變成三年 那你可以比較 可以 經費也比較 比較少 所以這個是 在衛星發展的方向 是 是 剛剛有同學問到說 這個 太空的 我們的未來太空的 這個計畫的發展 情況 我們今天早上 剛好請了我們太空中心的 這個 吳艾明 吳務主任來談 目前來講 其實我們的太空的計畫 不是那麼的樂觀 不是那麼的樂觀 那麼當然這裡面有很多人的這個因素 所以說 未來我們怎麼做 當然我們也有一些計畫 前幾個禮拜 就上回颱風來的時候 本來要去 會出農場 國家實驗研究院 要辦一個策略會議的研討會 結果 因為太空關係 我們就到新竹去 還有跟校長 我們幾位 還有其他校外的 那對於未來我們這個 太空的這個發展 當然我們希望 再發一個 發射一個搖式的衛星 那這個感測器 是我們自己做的 衛星是我們自己設計的 有一些 有一些想法 但是呢 現在整個預算 今年度的預算 會被凍結的這個 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他們新的只發一半 那明年到底有能夠拿多少錢 也是未定之數 所以整個的 現階段來講 太空中心的市值 並不是那麼的高 但是呢 我相信 這個如果這個 也許是它已經跌到谷底 也有慢慢 還有這個 回升的這個機會 也說不定 我們且拭目以待 那 這個 也有問到說 我們台灣的搖設現況 我就會跟各位講 就是 經過這些年來的 努力 我們國內 在搖設方面的發展 是很多元化的 多元化的 政府機構 也重視這個使用 這個技術 然後 學術機構 也重視這些研究 跟研發的這些工作 有位同學說 他選過我的這個搖設討論 他說 這門課是一個蠻枯燥的課 那我只能說抱歉 我上個沒有講得很好 讓他覺得很枯燥 他問我說 這麼一個枯燥的東西 你怎麼還可以撐三十年 我可以告訴他 我還可以撐三十年 我還可以 還可以繼續撐下去 因為這裡面 其實是 你真正跳進來的時候 發現 裡面 是有很多的 很多東西 你經常可以發現 一些意外的一些發現 所以 我是 以此為樂 不會以此為苦 所以 沒有問題 還可以撐下去 剛剛在這裡面 有談到說 我 參與了兩個大的計劃 雷達的計劃 跟這個 交戰的計劃 你要這個 能夠推動這樣一種 大型的計劃 其實是 是很多的因素在一起 第一個 最重要的 你要有個 Vision 有個願景 有個遠見 就是你能夠看到 不是今年明年的事情 而未來 五年 乃至十年 大態的可能發展 那麼在這條路上 你自己去努力的 去收集各方面的資料 做各種各樣的準備 我們講 三不轉 路轉 當你碰到 挫折的時候 你應該想辦法說 我怎麼樣 克服這個挫折 那我們就以 揪戰這個計劃來看 你可以看出來 從故鄉 拖了一大段時間 現在回想起來 我們曾經有一次的機會 國防的單位 曾經說想要在 我們中央大學 設 設這個 結合戰的事情 我記得很清楚 那個時候 參謀總長 還是好博春 好先生的時候 當參謀總長 那個計劃 幾乎已經說 我們總長說 下令要做了 但是到最後的一個 結鬼的時候 那個主棋士的那位中將 退休了 那新接手的那位 他對這個沒有興趣 後來 就沒有做成 但是回想 我現在再來看這事情的時候 再用司馬燕之飛斧 如果那個時候成功的話 我們的天獻師 擺在現在的北村 搞不好 關開戰的憲兵 賢人勉勁 所以這些東西 不像說 後來我們拿著 國開會的這個計畫 那整個就是 在學界上 大家都能夠公開的使用 所以 這個 你是 信與不信 其實 你很難去 都短線的去評估說 我那時候 能夠見得多好 那你現在來看這事情的時候 你會發現 那時候如果居然做的話 恐怕是多麼的不好 所以 這個就是你自己 那我剛剛也提到說 我們怎麼突然拿到2億5千萬 為什麼不是別人拿到 就那個錢 你如果說不用的話 國會這個 說 利華雲說 你怎麼搞還剩這麼多錢 然後跟你錢太多 是不是 那我們呢 就是因為前面 就準備了一些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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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國外專家 我們 國內組織一個團隊 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一旦說 有這個錢出來 我們馬上計劃就做上去了 你看 我們這個 需要大概2億5千萬 就這樣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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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程 我們拿到的計劃 然後這 基本上是跨領域的 它其實 也是個團隊的一個工作 我自己很清楚了 我自己 當主任的時間 我的辦公室 擺了一張畫 各位 如果 坐飛機的時候 有時候你看 那些商品 它有賣一些那種post 我買的那個post 叫 Teamwork 就是團隊的 那圖是什麼呢 是一條那個 一個船 防空船那樣的 很多人在那裡滑 你想想看 防空船如果沒有這個 Teamwork 沒有團隊的話 一個人往前滑 一個人往後滑 那個船永遠是不壞的 你一定要大家 步驟一致 一起往後滑 大家講 往前拉 一起往後滑 所以這個團隊呢 是一個 在執行一個大型計劃的 充分且必要的條件 你如果沒有一個堅強強度團隊呢 那是沒有辦法完成這樣的一個東西 談人生哲學 其實 我沒有什麼 什麼 什麼人生哲學 但是我覺得 很多的事情 我也許年紀大 越來越想到的是隨緣 就是說 不必搶求 但是 不必搶求後面 並不是說 你就坐在那裡 讓機會從天上掉下來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也沒有這種事情 反而是說 你仍然你要執著的 去推動一些事情 得之者信 而不得者運 而不要怨天尤人 機會呢 是 永遠是給 有準備的人 那 你能夠歇而不死 你可能有一次的挫折 兩次的挫折 但是你持之有痕啊 最後的 你是個winner 你是個贏家 是個贏家 我想 我大概 各位的問題 大概就這樣一個簡單的回答 我不可能是一個一個的 一問一答的 那麼 如果我剛剛所講的 還沒有讓 發問的同學滿意的話 你是可以再針對 我剛剛所描述的東西 哪些還希望能夠了解的 還是歡迎同學 再問一下問題 謝謝 陳教授 我當時很想知道 我們當中有多少東西 去過太陽中心 不少齁 對啊 那個真的是中央大學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標 有機會要去 然後他們有非常好的簡報 可是今天其實你們都已經看到 像我們這個中央大學 數碼圖 或台灣 從這個什麼高鐵這樣 順著數秒鐘走的 都是他們會播給大家看的 但是還是鼓勵有機會去 我記得今年暑假 我們那個體育室有一堆兒童名 也是讓那些孩子們有空的時候 就到了太陽中心 太陽中心同樣接待 即使是小孩子 也是讓他們看一下 這個太陽中心的成就 那重要的 我還想重複這個陳老師的話 就是 機會是給有預備的人 那個兩億不是這樣 從頭天上掉下來的 那你準備好了 那你就可以去經營一個最大的事業 對 好 那 最有趣的我覺得是 太陽中心我剛剛記得 這個年代1984年 我算一算大概 當中的人都還沒有出生 呵呵呵 所以 對啊 你看這件事情已經做多久了 我們當中的孩子 可能都 都在1984以後才出生的 所以 真是前人重數 後人 成良 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我們現在可以知道自己 當地上住在哪個corner 都從天上可以看得到 其實 剛剛聽陳老師們講 真的是 原來你還在下面照相 然後再貼 真的是 非常辛苦 不是 我們以為了 衛星這樣掃一圈 我就什麼都有了 原來是要掃二十幾張 才能夠把台灣的這個 地圖 那個地表 對 才能夠背在一起 所以是非常辛苦的作業 有沒有其他問題 好 沒有的話 我要請這個 我們的助教老師 我覺得怎麼 人數好像 你看看有哪些同學 已經有兩三次都沒有上去 交嘴 我們就大概知道 他經常理想 我們要鼓勵他來上課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我們的 陳正俊全老師 請大家 有興趣的話 你現在知道 太陽中心在哪裡了 可以走過去 去看一看 然後他們牆壁上 有好多大的Post 可以幫忙我們去想 台灣的國土 台灣的這個 隨地支援 921的地震 謝謝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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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客氣 謝謝 谢谢大家